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关于爬行动物里面的鳄鱼 对了,鳄鱼 那你们知道什么是鳄鱼吗? 相信有很多小朋友听过鳄鱼这两个字 那现在你老师给小朋友看一下 什么是鳄鱼 看这里,对了 你看鳄鱼,它有长长的身体,对不对? 而且鳄鱼的皮是很硬很硬的 一般的小动物是养不动的 而且鳄鱼生活在水里面 喜欢吃水里面的小鱼呀 当鳄鱼如果看到其他的小动物的时候 也会怎样游过去,去追别的小动物 然后吃到肚子里面 鳄鱼有的时候也会在岸上爬到岸上 对,所以呢,这就是鳄鱼 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读鳄鱼 对,鳄鱼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鳄鱼的故事 这个故事叫做鳄鱼拔牙 哎呀,哎呀,小鳄鱼觉得自己的牙很痛很痛 都流汗了 早上太阳出来了 小鳄鱼起床后啊 它干什么事吗?看看啊 小鳄鱼不爱刷牙 手里拿着什么呀?棒棒糖 对了,牙刷在这里 可是小鳄鱼说 我就是不喜欢刷牙 鳄鱼的牙齿黑黑的 每天都是黑黑的 因为鳄鱼很喜欢吃糖 也没有刷牙 晚上睡觉前也不刷牙 你看看 月亮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晚上 鳄鱼睡觉了 也是没有刷牙 所以啊,鳄鱼 牙齿疼得哇哇叫 哇哇 我的牙齿好痛啊 哦,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是一颗烂牙 因为它的牙齿已经坏掉了 所以它的牙齿很痛 哦,牙齿烂掉了,对不对呀 鳄鱼去了哪里啊 找了医生去给它拔牙 于是医生说 哦鳄鱼,你的牙齿已经坏掉了 怎样?要马上把它牙拔出来 当牙医把它拔出来的时候 发现这颗牙齿已经坏掉了 一,二,三 又拔掉了 又拔掉一颗牙 于是这个牙医说 你要好好保护你的牙齿 不要经常是吃糖 要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 这样你的牙齿才不会痛 牙医还说 起床后睡见前一定要多刷几次牙 这样你的牙齿才会好很多 少吃糖 多刷牙 对不对 对 所以那老师讲完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啊 小鳄鱼不喜欢刷牙 很喜欢吃糖 对不对呀 它吃糖把它的牙齿吃的都黑掉了 所以呢 它只好去干嘛呀 找医生去干嘛 把它坏掉的牙齿全部拔掉 那你们知道小鳄鱼被拔掉了几颗牙齿呢 那现在呢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鳄鱼拔牙 我们看看 小鳄鱼到底拔了多少颗牙齿 那现在呢 老师手中的是谁呀 是一个鳄鱼 我们看看它长了几颗牙齿呢 我们数一数好不好 来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李老师手中这个鳄鱼呢 长了九颗牙齿 可是他说他自己的牙齿很痛很痛 他说他自己的牙齿啊 红色的牙齿 红色的牙齿 红色的夹子这个牙齿很痛 那现在呢 他要老师帮他拔掉 那现在开始帮他拔好不好 哎呀 哎呀 好 那我们拔掉了几颗牙齿 我们数一数 一 二 拔掉两颗对不对 好 我已经说我的牙齿还是很痛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给他拔牙 现在我们帮他拔掉黄色和绿色牙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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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数一数 鳄鱼生了几颗牙齿啊 一 二 三 四 鳄鱼拔掉了四颗牙齿 又拔掉了四颗牙齿 对不对 我们刚刚拔掉了两颗 那我们一起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共 拔掉了六颗牙齿 那现在鲁鱼生了几颗牙齿啊 生了三颗牙齿 对不对 所以呢 鲁鱼一定要养成爱刷牙的好习惯 要不然呀 三颗牙齿全部会被拔掉 小朋友们也是哦 小朋友们在家里呢 也要养成爱刷牙的好习惯 不可以经常吃糖 对不对呀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鳄鱼拔牙 小朋友们可以在家里啊 可以拿着夹子 然后呢 画一个鳄鱼 可以把夹子放到鳄鱼的牙齿上 可以在自己在家游戏 在家学习好不好 好了 再见